欢迎大家到今天的演讲 在林一平教授开始之前 我现在说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中央大学跟中国时报合作的一个预见科学讲座 时间走得很快 不知不觉已经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我看到有一些在座有一些是老朋友 我不知道哪一位是在这边最多的时间 我没有统计 应该是很有趣 今天是讲座来讲是最后一次 我们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中士合作 再做下去 不过今天就是讲者是一个是林一平教授 他是交通大学自贡系的讲座教授 那这里呢 我说周围可能手头上有怎样的一个介绍 我先说一下他好几个第一 周围你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他是在教大最年轻的政教授 是15年前的政教授 15年前还是很年轻的 还是很年轻 因为他在那个他在他当过系组人 这边所说说在他你当系组人的任内呢 教大这公司是被评为全国最好的资讯系组 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了 以后就不是最好的系组 后来的话好像就没有再评 好像没有评 好像没有评 OK 可能还是最好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2002年提名当选为IEEE的Fellow 这个很重要一个荣誉 就是应该是我们到 到次最年轻一个IEEEFellow 哪一年 所以也是最年轻的 然后呢在2013年当选成为那个 应该是一个美国的吧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是有总共有8万个会员的一个学会 那他是那个第一个在我们台湾得到这个荣誉的一个学者 这个是第一 那我想呢另外一个第一呢 就是说你如果看另外一个的话 他说他在1981年遇见一个小一个女孩子 决定每一个星期呢 画张画给他 你是真正每一个礼拜画张画给他 这是第一 这个是你后在1986年最后跟他结婚 所以这是一个应该是很伟大吧 那另外第一的他我想应该就是说那个林教授他 他那个应该在台湾那个电话犯罪你是第一吧 真的我从来没有发推过 如果说你是了解是第一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这个刑事警察局的你比我了解 哦那是你第二这个是 好我都听听了个林教授 好谢谢 我非常感谢这个中央大学这个叶教授 还有中国时报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谈一谈 我今天的这个题目是电话犯罪科技 那这个题目当初在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 觉得挑一个比较有趣的而已 不过现在后来发现现在经济不景气以后的话 实际上藉由这个电话来进行诈欺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各位谈一谈 好让各位了解一下 就是说坏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手法 然后让大家能够避免 能够受到这个欺骗 那我这讲的这个主要都是 应该都是媒体上面你都可以找得到的这个例子 我只是比较有系统把它串起来 那在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有很多有趣的题目 不过我今天不太想导一些数学事实给各位看 所以我就今天就跟各位来谈一下比较通俗的部分 那好 我们来看看诈骗集团它最主要是用什么方式来诈骗呢 它当然要骗你的钱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假借各种金融机构的名义 然后通知民众说 你的身份证被盗用 然后办信用卡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诈骑 然后后来的话 金融机构的话好像不会上当 他们就开始用公权力 比如就是说 我这是地方法院 我是这个 你有存证信函 没有出庭 请你打电话过来 那你不知道的民众 你就会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用语音的方式的话 实际上你可能就是 经由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转账的动作 完全都没有发觉 那这一类的诈骑能够成功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电话 普通这个诈骑犯跟这个受害者之间的话 都是经由电话这个媒介 把这个整个事件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来举看一个这个例子 某个人他接到这个警察机关的电话通知 他说你这个涉嫌这个经济诈骑 然后你必须要出庭来应讯 那你普通听到这种情况的话 当然你会做一个简单的查证 那如果这查证的过程 你发觉说对方可能是真的警察 你就开始很紧张 然后他可能就是跟你讲一番话 让你这个很紧张之后 这警察就会说 可能是你的个人的资料外泄 然后遭到歹徒的盗用 然后办了这个信用卡 那你当然就是想说 警察没有冤枉我 他认为说我也是受害者 那当然警察叫我来配合 我当然就会非常配合警察 来做办案的动作 那为了办案 警察会要求你设一个这个安全账户 那这个很安全的 就你能够把钱提进出 其他人都不行 所以你也很放心 就照到话来做 然后过一阵子以后 警察就告诉你说 他们已经追查到 应该是银行的某一个行员 设取盗卖个人资料 然后你必须要 就说这个某甲你应该开始来采取行动 来办理转账 让他能够信任 然后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银行的行员 把他抓下来 但是你不能跟他讲话 以免打草惊蛇 那你已经相信他是警察的话 你就会照着做 等到你的这个电话语音转账 转完以后的话 之后才发现原来被骗了 这个不是警察 所以这个已经被诈骗了 那这种的最近有没有例子呢 各位如果说两天前 你看电视的话 就有一个例子 电视有讲 有一个妈妈 她也是听到就是说 这个信用卡这个问题 然后要她到邮局去转账 那她就要去 不过她的那个女儿 好像是国小六年级的女儿 就很聪明 她就讲说 这个是假的 一直跟她妈妈讲是假的 但她妈妈不相信 她想说我这不办的话 到时候我要被划款怎么样了 然后就跑到邮局去 所以她这个小女孩 就跟着妈妈到邮局 然后在邮局她就喊 她说我妈妈要被骗了 就那个邮局的那个 里面的人就出来看 然后查这个过程 果然是诈骗了 所以这个国小六年级的 这个女儿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帮她妈妈省了不少钱 那这种的犯罪手法的话 非常经常 我在写这个例子的时候 是好几年前的一些例子 但到两天前 我们在电视上还是看到 同样的这种诈欺的行为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这种行为是非常平常的 那这种到底有多平常 很早以前 这个大概应该是 两三年前的数据 这种诈骗电话在大台北地区 占了56% 那我在相信经济不景气以后的话 这个数目会增加 那法务部他的建议就是说 你不要听信电话的通知 通知你什么的话 你不要相信他 你不要把你的个人资料 经由电话给出去 不要依据所留的电话做查证 应该保持冷静 立即报警查证处理 这里当中有一句话说 不要根据所留的电话查证 为什么 因为他普通他会告诉你 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他是台北警察局来的 你看看我的来电显示 这个台北市警察局的电话 你看一对果然是 但是现在的这个科技 可以把来电把它改掉 像我实验室 就常常做这种工作 做研究 我们会把我们的来电把它改 改成别的地方就出去了 这都办得到了 这个东西在美国的话 还是合法了 因为你看到这个来电的话 你想这电话公司 过来的电话号码 你觉得他一定是真的 实际上这是假的 所以这很重要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用他留下来电话 回去做查证的动作 因为他留给你的那个电话 他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 你的local的这个警察单位 去跟他来这个 做查证的这个处理 所以前些日子的那个 国税局他们觉得很困难 为什么 他每次打电话告诉人家说 你这个要退税 大家都说是诈骗电话 所以国税局要退钱 还退不回去 所以这就是人性 彼此都已经不相信了 所以真的要退钱 也没有人相信说是 可以有这种好事 但是即使是如此 坏人还是有办法来诈骗 我再举一个例子 都是跟电话有关的 大家都可能有些经验 希望各位没有 我是自己是有 车子被拖掉了 普通拖掉完以后的话 他会用魂笔写个电话号码 这就是拖车场的地方 你要打那个电话去查证 说拖车场在哪边 然后再去拖车 所以你普通做的这个动作是 打这个电话 知道拖车在哪边 就去领车 这很自然的动作 但这个会被歹徒利用 他歹徒怎么做呢 当警察把车拖走以后 留下一个电话 对不对 他就把它插掉 改他自己的手机的电话号码 所以当你车主回来 看你车子不见的时候 又有个电话号码 你直觉反应就是说 被拖掉了 我打这个电话 我就可以把车子拧回来 对不对 所以就拖这个电话过去 结果你拖这个电话 因为是坏人留下来 所以接到电话 就是这个歹徒 这歹徒就讲说 哎呀 你的车子已经被我偷走了 我停在新竹的哪个地方 你先付我五万块 付完以后的话 你到那个地点去取车 我再告诉你正确的地点 你到那边去取车 这种事情实际上真实是发生过了 我们学校就有教授 这样子 然后真的把车子赎回来 所以这种偷车行为是真的有 所以你会相信他说 车子真的 因为车子不见了 然后打这个电话 是他讲说 他把你车子偷走 所以就赶快把钱费款给他 然后他告诉你说 在科学园区的哪个地方 你过去看 没车子 那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怎样 实际上你的车子是在拖掉场 OK 所以这个歹徒的话 他根本没有偷你的车 但他骗你说他偷了 要求你费款 那这种东西怎么来确认呢 现在拖掉车的资讯实际上会上网 所以你应该 只要车子被拖的话 你可以先把电话号码记下来 然后你去这个上网 去查一下拖 拖有没有在拖掉场里面 要是没有的话 那个电话可能就是假的 对不起 要是没有的话 那个电话可能就是真的 就是说他真的把你的车子偷走了 那如果在拖掉场上的话 那他这个电话就是假的 OK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要骗你的话 有很多种方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 show message 简讯 那这种是最常发生的 OK 然后他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中奖 我想在座各位 大家都不会因为听到中奖 就真的去 真的去这个 以为说真的有奖品可以领 但在早期的时候 的确他是可以这样诈骗人 他会告诉你说 你中奖了 但是你要先提供一个税金 你税付完以后 奖就可以拿走 你中一部车子 但你要先付这个 几万块的这个税金 OK 他用这种方式来骗你早期的话 这个常常发生 即使到现在还是会发生 我等一下再告诉各位说 真的有人会上当 OK 那如果说 大家都变得聪明了 简讯说你要付什么税金 你不相信的话 他可以做的就是说 你回拨这个电话来跟我确认 不必税金 都不要打这个电话钱就会给你 你就打那个电话 OK 好 所以他在简讯留下 实际上是一个加值互惠的电话 0204那一种 所以你打过去的话 他就慢慢跟你聊天 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互很高的那个 加值的这个电话费 OK 所以这就是用这种方式 你就会付出这个一大笔钱 那这个整个程序的话 在电话公司来看都是合华 所以台湾 我们以前银行都会这样子 你要是刷卡很大的金额的话 他会送一个简讯告诉你说 你刷卡这么多 请确认 对不对 现在的话 就是由于这种诈骗实在太多 所以银行他们在2005年 就在几年前 三年前 12月1号 他就讲说通知 刷信用卡的简讯 不会留下电话号码 所以只要有电话号码 他讲说你的信用卡 刷了多少钱的话 这绝对是诈骗 现在银行已经不做这个事了 OK 好 那台湾这边简讯 骗到后来大家都不相信了 他们就转到大陆去 所以大陆呢 他是 我们的这个警察他发现说 他们就从金门那一边 他们就找了一批人 到对面的这个 到大陆 用假身份证 他们就乘租换电套房 然后架设行动电话接收器 跟转接器 然后就要做这个电话的这个炸器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OK 我等一下再讲 为什么他在那边要架这种 行动通讯的接收器 这种东西 那基本上他做法是这样 他是用网路电话 拨打到第三地 再利用第三地再转接这个电话 所以台湾的警察他追到某一个点 就追不下去了 很多国家没有邦交 或者是说追到哪边 那边根本联络不到 OK 所以这个 这种犯罪的手法是很可怕 我以前在讲这个东西的话 我都要把这个地图抓出来 不过现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OK 我的欢迎叫做巴布亚新吉内亚 就是我们这个巴纽岸 有没有 就是那个地方 OK 他们这个 这个地方好像是跟台湾的一个关系 是很微妙 所以很多电话是转到那边 再转到这个香港 澳门再回来 OK 所以你要追查的话 是相当的这个困难 那诈骗集团他利用的是什么 他用这种 所谓天理善话 就是说大量的 把简讯通通送出去 OK 所以用这种话去 你总是有些人不小心 你就会回那个电话 那就开始跟你聊天 用这种话是来赚钱 现在是最平常的 OK 那在我刚刚讲 回头来讲 就是说 好 他们到大陆那边去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很简单 我们在大陆这里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金门列宇跟这个澳门 我不知道画了对不对 我找了一个地图 然后查一下 标一标 大概是这样子 这距离大概只有三公里 OK 所以他要诈骗的话 他在大陆那一边 你台湾的警察追不到 OK 所以他要在那边 做诈骗的行为 但是他如果用大陆的行动电话 回到台湾的话 那是国际漫游 很贵的 OK 你用大陆的电话 打到台湾 那贵得不得了 他成本不划算 所以他在这边 放了这个强拨器 各位看 金门列宇跟厦门 只有三公里 所以这个基地台 台湾的基地台 一定可以cover到厦门这一边 所以既有这种方式的话 实际上你还是在台湾 国内在做犯罪的行为 那警察追到这里 他追不过厦门 OK 所以他们犯罪其实是用这种方式 在犯罪的 那同时 因为他用的是台湾的这个电话 可能又是一些 等下会讲那个人头账户的 所以他一毛钱都不用付 OK 那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检调单位 他想要撤除离岛的基地台 不过这东西会影响到业者 行动业者他提供这个服务的话 他已经付了这个特许会给政府 所以他是可以 一定可以用这个业务的 所以你还是不能撤除 所以最后的话 他就要求业者要降低功率 OK 那这样的话 让这个歹徒 从大陆那边的话 接收不到讯号 所以他电话接不起来 OK 所以你要注意看 我们在海巡署的话 他都有期待器材 在海峡中线 就在侦测这个讯号 如果他发现说 这讯号太强的话 他就去处罚 处罚那个电信业者 OK 所以这是一个 现在的这种状况 那他们据说 做了这个事情以后的话 金门的花物量减少百分之六十 以前他让他能够花式很强的时候 他业务量是很多的 然后加这个东西以后 百分之六十不见了 OK 所以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 这种记忆台的这个 power的强弱 对他们业务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百分之六十 当然不见得都是犯罪的 OK 很可能 因为以前的话 可能有渔民有没有 在台湾海峡 他在捕鱼 捕到一半 他要打电话 你这个捕弱以后 实际上他就收不到 导不了电话 OK 那这都为了要防止诈骗 那这个诈骗集团的话 你说你台湾的记忆台 这个讯号比较弱 对不对 那他就在大陆的集团 就我刚刚讲 他租个饭店 租个房间 然后加强搏器 OK 然后这个讯号就很强 那还是可以回到台湾 OK 就开始这样 继续做诈骗的这种行为 不过这个东西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他架太多的话 他的那个功率 会干扰当地的电波 所以大陆的公安会注意 然后就开始去抓他们 OK 那我们台湾的电信警察 实际上对这个比较有经验 我们一直花文到大陆公安 希望能够共同打击犯罪 我这边有一个句子 我把它删掉 因为在几年前的话 大陆的公安不理我们 那不理我们的后果是怎样 大陆的损失比较大 因为我们抓到那些诈骗集团 他们告诉我们都说 骗大陆人要比骗台湾人容易 OK 那么业绩比较好 OK 我就不晓得说 现在要谈三通报 有没有通到这一点 OK 好 那这东西就是 他们这个警察在侦破电信诈漆 抓到一大堆的这个证物 你看 琳琅满目 那这里面的话 都是一些发射器啊 等等的 那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那个 有所谓的结汇器 他里面可以放31片SIM卡 就你每一支电话 都一张卡片 有没有 那个一个卡片就一个抗 他就可以由那里去打电话 就他花32个卡片 然后每一张SIM卡的话 一天花100到150通的 这个手机简讯 然后一天传送了 诈骗的这个show message 可以至少两万八千名 OK 那抓到的这个集团 他们公称 平均每一千人 就会有一个人上当 就是说有999一看就知道是骗人了 那当中就会有一个 OK 所以量一大的话 你从统计来看 你还是会赚 OK 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 诈骗 然后你看 一个几个月里面 就有数亿元的那个收入进账 所以这个很可怕 那这有一个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一天之内 他接到一个电话 他说 你的儿子被绑架了 付钱来 赎钱 他就很紧张 后来发现他儿子没有 要安心了 才找回来以后 又一通电话来 又说你的儿子被绑架 他很生气 他就讲说 我的儿子才刚刚被绑架 才接到电话 你要再绑架 至少要等我赎回来再说 他就这样讲 好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很简单 那个 你知道电话 人民 它这个组合 是从哪里来的 一定从某个地方 泄露出来 有一个source 就不同的诈骗集团 拿到同样的list 所以同一天 就打给同一个人 所以他们这个 诈骗集团里面 他们没有一些 没有一个coordination 彼此之间没有协调好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个人 一天之内会绑架三四次 那这都 还有一个东西的话 叫做王八卡 王八卡这个名字从哪边来 最早我们第一代的 无线通讯系统的时候 它那个手机很容易被盗考 你拿一部的话会被盗考 以前就中华电信有 就以前的电信局 对不对 你这个客户要到电信局 去付账单的时候 忽然发现说 我的那个电话会用 怎么变得 行动电话会用 怎么高得离谱 那那个柜台就帮你查一查之后 你的电话被盗用 那那个客户单很生气 说哪个王八蛋 盗用我的电话 就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叫做王八机 那时候叫王八机 然后到接胜的话 实际上它是盗用你的那个SIM卡 小小的那一张 有没有 这SIM卡 所以这叫做王八卡 那这个王八卡的话 它要把你盗用多简单 非常简单 我的实验室 五分钟内就可以做完了 你再给我一张卡 五分钟我可以 可以复制一张给你 所以这种东西变得非常平常 那招受盗考的用户 就会造成损失 那这东西有没有办法去抓 有 我们有办法 我们发表了论文 这是学术论文 我们知道怎么去抓这个犯罪 那就因为这样子就是 NCC就要求行动电话业者 要加强行动电话门号 和义务卡的管理 最常出问题的就是义务卡 早期这个所有的绑架 用电话绝对都是义务卡 全部都是义务卡 所以义务卡的话 现在限制就蛮严格 例如说外籍人士申请义务卡的话 不得超过两张 然后就我所知 全世界义务卡管制 是台湾跟马来西亚最严格 我们这两个国家是最严格 台湾的行动电话门号用户 最高达到多少 百分之140 换句话说 平均起来 你只要一出生 你就有1.4张的行动电话卡 这是台湾的一个奇迹 两大奇迹之一 另外一个奇迹是什么 就大学的入学录取率 那也是超过百分之百 这是打破统计学的记录 不过NCC它开始加长管理以后的话 我们电话就降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现在台湾就只有一大奇迹 就是大学的那个入学 超过百分之百 听说这个考七分了 也可以上大学 另外一种的这种诈欺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用户的这个申请诈欺 用户的申请诈欺就是说 你要申请一个门号的时候 你去弄一个假的身份证 这边有一张图 就是你可以假照这个身份证 然后去申请这个门号 由这样子 因为他们那个通讯网都充业绩 他管理以后有一个证件 他就去申请 申请的话 他可以跟电信业者去说 我的业绩有多少 他可以分比较多的钱 所以他们查得不会很认真去查 所以我们的了解就是说 行动电话的呆账损失 有百分之三十 是由这种方式来的 就假的这种人头 那种假的这种身份证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是虚报的这种资料的话 警察在追踪的时候 追到某个地步就不见了 因为这是假的 所以线就会断掉 所以这个造成蛮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产生的 就是说你的申请 刚刚是讲说 你用假的方式申请 另外一个是 真的方式 真的人申请的话 他自己变成被害者 好 这怎么来呢 各位一定填过这种表 如果你申请电话的话 对不对 你的所有资料都要填下去 然后你要放你的身份证 对不对 那他要问你说 你要不要转账 你要转账的话 你的信用卡搞不好 都还要再写一写 所以你把很多东西 已经给出来了 OK 就比如说 我有叶教授的电话号码 我要查他的资料 我要查他几栋房子 有没有办法查出来 可以 为什么 我只要找到这一张 找到他的那个身份证 身份证上面有户籍地址 然后我再到 到户政事务所 我就可以调出他的那个资料 OK 所以 这个是很危险 就是说你填这张表格以后 你可能就变成一个被害者 OK 那你要怎么防止呢 就是说 我看好 你要办门号 还是到那个门事部去 OK 电信业者门事部的话 发生这种情况比较少 通路的话 会出问题也会比较多 OK 好 那 讲到刚刚 好像我们一路都是挨打 对不对 他们这样换罪 那样换罪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利用这个电话来做一点 比较正面的事 实际上是有 主要就是在这个通年记录 你只要是电话的一个用户的话 每个月他都有一个账单给你 对不对 这账单从哪里来呢 就从你的通年记录 他在电话公司里面的话 你个人有一个account OK 这account里面的话 你的通年记录通通在那里 所谓通年记录就是 你打电话出去 跟别人打电话进来 这所有的information 通通都在这里 OK 所以 所谓电话犯罪的侦测 我们可以以这个账单系统 他的这个通年记录 来判定 是不是有异常的现象发生 OK 如果你在很短时间内 发送很多简讯的话 在这里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来做一个处理 OK 那 在这里的话 通年记录这个 很早很早以前 应该是八年前嘛 对不对 各位知道新新闻 那个杨兆先生 跟那个吕秀莲副总统 他们有一个黑黑黑的事件 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有这一回事 实际上 那时候要证明说 有没有打这通电话的话 你只要找到杨兆先生的通年记录 然后你就可以查出来 在那一段 他所说的那一段时间点 有没有人电话打给他 这是可以查得出来 但那个时间点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后来没有 不知道有查 没有查到还是没有查 OK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那个东西是可以查证的 OK 但是行动电话还有一项 跟一般电话 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知道 你什么时间打电话以外 他还知道你在什么地点打电话 这是行动电话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讲下面一个例子 各位都知道 这个冯富强先生 OK 他在2006年的话 有一个这个官司 是跟这个辉庸 这个相关的一个案件 OK 这各位可能也都晓得 但是我后来我就看到 诶 怎么忽然有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士林的地检署 他们认定冯富强先生的女儿 以及助理 还有有人谎称 作案时间的时候 他们人在冯先生的家里 OK 那他们的讲法是说 通年记录 所以很明白的就是说 如果以这种方式的话 一定是他们去追查 这几个人的行动电话号码 然后来追踪说 案发当天手机的位置的这个资讯 他可以查得到 OK 所以如果说 他讲说我通通都在台北 就发现你的手机在 在嘉义 你的手机在台南 这是不是就很不合理 OK 那当然一个人他可以讲说 我的手机借别人 那如果说所有人手机都借给别人的话 这种可能性非常低的 OK 那当然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 OK 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 你如果要说你的 要讲说你是在哪个地方的话 你至少确信 确定你真的在那一个地方 因为经由你的手机的话 那个警察是可以追查出来 你真正的位置 好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的手机的话 OK 跟你的用户的资讯实际上是分开的 你用户真正的资讯 是在一张卡片 小卡片 SIM卡 这张SIM卡 你插入一个手机的话 你手机就可以用 你第二天你可能换另外一只手机 把你的SIM卡插进去 另外一只手机 你就可以使用 对不对 但是当你的手机 跟你的SIM卡结合在一起的话 这个手机 另外公司也会追踪 任何一只手机都有一个号码 手机的序号 叫做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 有一个号码 这个序号的话 实际上你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到 OK 你把手机电子拿起来的话 你看到这有一大串 OK 这个背板这边 各位看到吗 这有一个序号 这是手机的序号 那如果你要知道的话 各位可以看 你要手机 你可以按一下 你要按一个新号 警号 06警号 你的那个手机 就会pop出来 OK 你们现在可以试试看 OK 一般来讲 你打这一串的话 你就会出现一段 一串很长的数字 这就是你的手机的那个序号 OK 那这个序号就像是手机的身份证一样 OK 然后它会在通年记录 通通都会有记录 OK 所以除了你人以外 你的手机 电话公司都可以监控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有时候 你可能手机会掉 对不对 你报事的话 你要告诉这个电信业者的话 他就会把那个手机的序号 把它mark起来 放在一个黑名单 如果事后有人用那个打电话 他就不让他打 因为他知道 那个是被偷的手机 OK 所以除了你的这个SIM卡 以外 手机他也可以监控 OK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检掉办案的话 实际上有很多线索可以来追踪 包括手机的这个序号 那 所以偷了这个手机的人 如果他够聪明 他会做什么事呢 他就会改变手机的序号 他想办法去改里面的扣 我实验室的人都可以做 或是把它消耗变成 变为零 那消耗变为零是一个很笨的做法 OK 你变成零 没有人序号是零 所以那个东西的话 那个行动电话公司 他们会把它block住 OK 那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话 因为在台湾的话 这一种方式的话 我们已经有办法侦测 OK 好 所以这种隐形电话 他可以 可以把一些这个网吧卡 结合起来 所以手机也没有办法追踪 SIM卡也没有办法追踪 所以这个检掉了 这个办案难度就变得很困难 所以为了这个事的话 这警察在办法受不了 他们就告上报NCC 有没有法律的规划不能改这个号码 当然NCC讲这没办法 手机拒号并没有登记的规定 所以法律上完全没有办法管理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OK 很多被窃的手机 加工成引擎手机以后再转卖 但是国内的检警已经跟电信业者 已经磨合了很久 所以最后这已经解决了 所以只要是不明的这个手机的话 它都detect到然后检警就会知道 所以在台湾的话 你要把这种偷来的手机再转卖的话 已经不行了 OK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去侦测 OK 那如果你买到这种偷来这个手机的话 很可能就被抓 所以后来台湾为了要 这些不效业者为了要扩展业绩 就到国外去 比如中国 柬埔寨 东南亚各国 就把这些手机 卖到二手的手机 把它卖出去 这边有一张图 这是大陆的二手手机的这个市场 如果说你要真的要买二手的这个手机的话 最好签上手机转让合约书 表示你是合法取得的 不然到时候警察找到你门来说 你这个手机偷了来 你说你是跟谁买了 他要不承认的话 那偷手机的人就是你 OK 所以要是二手的手机的话 我相信现在应该不会有吧 手机那么便宜 大都是买新的 OK 但很不信 如果说你会买二手 或者手机的话 一定要有个证明 OK 好 那手机如果被偷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讲一个这个例子 这发生在台南的成功大学 有一个韩国的乔生 他在学校打篮球 OK 那打完篮球以后的话 不是啊 在打篮球的时候 他衣服放在旁边嘛 所以手机放在旁边 换一阵子 有人就偷偷去把他手机偷走了 好 偷手他可以玩什么花样呢 这个小偷就根据手机内的资料 看看有一个女孩子 想说一定他女朋友 果然是他女朋友 就用偷来的手机 发简讯给这个女朋友 然后跟他讲说 哎呀 我有急用啊 你赶快把这个钱 汇到一个指定的银行 那他女朋友一定很紧张 他怎么发生了什么事 就赶快去拨 拨这韩国乔生的这个手机电话 不过当然没有人接 因为这手机已经被偷了嘛 OK 所以搞了老半天打不通 他就很紧张 他就觉得说 他男朋友可能真的有急事 就立刻把这个钱 把它汇到这个简讯交代的账户 汇款以后 才接到这个男朋友电话 原来是受骗了 那已经来不及了 OK 不要 你这个手机的声音很好听 没关系 我们今天在讲手机 有一点手机的声音是很好的 OK 好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更离谱 手机都没有被偷 OK 好 发生什么事呢 有一个魔甲接到一通电话 OK 然后这电话讲说 他的妹妹被绑架了 OK 然后他又很紧张 他就赶快拨他妹妹的行动电话 就一拨过去 有人回答 那回答人就说 你打这个电话干嘛 这你妹妹的电话 你妹妹在我这里我抓住 所以电话在我手上 OK 好 所以这个魔甲当然就很紧张 不过这个人倒是 还是很冷静 所以他找了警察 然后就找到他的妹妹 所以是平安无事 而且发现手机是在他妹妹手上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OK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OK 他们就开始追查 他的手机门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发现是在几天前的话 已经被转接到其他的电话门号 OK 这叫做来电转接 各位一定有这种经验嘛 比如说你在家里的电话的话 你要出去的话 你会设定转接到你的手机上面 有没有 这个动作可能很多人都做过 他做的就是这样子 那这东西要做电话转接实际上很容易的 你只要上电话公司的网站 输入手机门号跟身份证 你只要拿到他的身份证 你知道他的身份证跟手机的号码的话 你就可以帮你转接 OK 所以转接完以后 每个人打电话到这个手机的话 是转到另外一支电话 OK 所以这个东西 你连手机都没有被偷 OK 他就可以做犯罪的这个动作 那这种东西的话 我常常跟电话公司在谈 每个人都在 每次电话犯罪发生 电话公司一定倒霉 所有人都讲说 你这个某某电话公司 我们不要讲哪一家 最常讲的一定是中置开头的 对不对 就讲你这个总可以帮助犯罪 你要赔赏干啥干啥 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 这很倒霉 如果说坏人开车换案的话 卖汽车的公司也不需要负责任 为什么我卖电话服务的公司 我就必须要负这个责任 OK 不过这没办法 为什么 大家都相信电话公司 大家都相信电话公司 转出来电话号码是真实的 所以发生被诈骗的情况的话 电话公司一定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中华电信的话 他们为了这个事情 就开放所谓的指定转接加密服务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你要做来电转接的话 你要打一个密码 不能光用身份证就可以通过 不过你做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服务是不加收费的 但是你需要拿你的身份证 跟健保卡到柜台去办理 你办理这个手续也还算简便 所以你要转接的话 你就再多打一个密码 这样的话别人就没有办法 随便转接你的电话 OK 好 那除了这个手机这个话 你家里的电话 有没有办法被转接 可以 从哪里呢 你的电信的配电盘 OK 各位如果说在公寓的话 你们会发现 中华电信在公寓那边 都一个类似这种东西 有一个盒子你打开是这样子 OK 他先接来接出去 就转接出去了 OK 所以他可以盗用你 进入这种方式 他可以盗用你的服务 他也可以窃听你的电话 OK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们家里 或是你公寓 这个电信配件盘 一定要做好加锁 而且你要留意 然后公寓进出的话 真的到没有要随手关 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 万一被 你要怎么玩花样 OK 那就很麻烦了 普通他们要转到街的话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这边 接到这里来的话 实际上真正打电话 还在另外一个地方 OK 然后他让很多这种 国际长途电话 经由这边打出去 OK 那最后的话 通通都是 你要 你得买单 这种案例 我们也碰到过 好 所以要很小心 你要看你的那个 你要看那个 有box锁起来 被打开的话 你都要特别注意 去看一看 OK 好 那人头账户 我刚刚讲过 这人头账户 都是这个电话诈骗 破案D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 OK 因为查到这里 查到人头以后 就没办法 OK 那这种东西都是 往往是被害人 把钱汇出去以后的话 他们就把款 钱提走 那你最后找到 就是一个人头账户而已 OK 那现在诈骗集团的话 最主要就两种 把两种方式配合起来 人头账户 然后再大陆去遥控 OK 所以警察要追的话 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得钱以后 就马上洗钱 出去了 你什么都找不到 OK 所以这是相当麻烦的 我不知道在 可能在一年前 好像也有一个新闻说 有一个女生 她的那个身份证 被盗用 然后被申请了 两三百个门号 OK 那种门号就被拿来犯罪 所以每次警察追到后 就追到这个女生 就打电话给她 叫她来警察局写笔录 后来都已经知道 一看就 又是这个家伙 但没办法 还是得把她请来警察局 因为程序上就必须如此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人头 但人头还是得来报道 签一下手续才来完整 所以这个女生 就每天都上警察局去签字 OK 所以你们要很小心 身份证票被盗用 被盗用很惨 OK 好 那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解决这种诈骗 你当然电话那边可以处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账户上面 你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现在所谓的 这个警示账户的这种措施 那这里有个故事 这在网路上面流传的 我不晓得真的还假 很可能是真的 有一个女生的话 她接到诈骗电话 那诈骗电话她就说 你把这个钱 汇到某一个账户 所以她就 以30块来手续费 因为你汇款要30块手续费 她汇到多少 一块钱 汇一块钱到这个诈骗集团 人头账户以后 她就报警 报警说 这个是被诈骗的 然后警察就会把它 设为这个警示账户 那这个警示账户的话 话里就没有办法再用那个账户了 OK 所以这个女生大家都称赞 OK 那这个警示账户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它是根据这个通报机制 你报到警察局 然后有警察局 去请金融机构中指 提款卡 云转账 网络转账 以及其他电子支付转账的这个功能 所以那个坏人要真的去领这个钱 他得亲自去领 OK 那这个31块的话 你想想31块 他再换一个账户就好 你把它锁住 再换一个账户 但是你要开个账户 可能要七八百块 OK 所以他要这样 你只要每一个把它锁住的话 他就一直在赔钱 OK 好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警察 就是要防止这个诈欺的话 除了电话上面 去追踪以外的话 他可以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断尾 断言 就是在他的账户上面 做一些动作 OK 但是新的犯罪模式 都一直在产生 为什么 因为金融机构 为了要赚钱的话 他的那种 金钱的transaction 会越弄越方便 因为客户越方便 各位知道就是说 以前你买股票的话 你只要打电话说 我要买什么股票 他就进到你的耳康 直接帮你买 对不对 这种纠纷也相当的多 OK 所以 我们这检讨好久的话 都说金融机构 要加强交易的流程 OK 那跟他们讲 他们就是不听 因为他只要把这个 流程的过程 变得安全性很高的话 他客户就不方便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你要安全还是方便 OK 那这个是 曲美放大家都 小姐 曲小姐大家都知道 各位知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的那个 那个风波 对不对 他被偷拍 然后他电话也被监听 OK 那我讨论是这个监听 这叫间谍手机 OK 那这一个间谍手机 在所有的技术里面 如果你要叫我排名的话 我把它排第一 这是一个技术最漂亮的 非常 技术非常好的一个 一种 机制 我这样讲 很不幸 他被用在患罪的行为 OK 然后 他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是那一位郭小姐 有没有 他就把 买一个手机 给这个曲小姐 他说我们好姐妹嘛 我们买一个手机送给你 实际上他那个手机 被动了手脚 所以这郭小姐 他只要播 这个曲小姐 这次手机的 这个电话的话 OK 他就可以窃听 他就变成一个麦克风 OK 所以他跟任何人讲话 那个声音 这边都可以听得到 OK 好 所以 在那个年代的方式的话 他是用赠送 所以我以前 这是我上课的一个考古题 OK 其中考的题目 我要问他人说 这怎么做出来了 OK 然后说你怎么去防止 这防止 这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这个 在那个时代要防止 还蛮容易的 就是说 别人送你手机 你就不要接受 尤其女孩子 男生要送手机给你 我看你不要接受 OK 所以那时候 我教人家就这样 但现在没有用 OK 为什么没有用 现在技术越来越厉害 他 你现在正常的 这个手机的话 他只要送一个简讯到里面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程式改掉 就变成间谍手机了 这叫over the air OK 他只要传送一个很小的程式 就整个改掉 好了 那有多少机种 有这样子呢 这是当中的 某一家公司的 NO开头的 这边的话 有没有人 有Nokia的N开头的手机 举手一下 你的是什么 N多少 Nokia的哪个手机 型号知不知道 5610有没有 来我们来看看 55003212有没有 6120 这没有 所以你的手机是比较早的 是不是 有没有人 还有没有人有 有这个手机的 你们看一看 对一下 看是不是 OK 你的是什么 自己去对对看 这网站都有 OK 所以 这种标准的手机 他们已经科技进步到标准的手机 他直接送一个简讯到你的手机 就可以改掉 就变成他要确定的一个 一个路径 OK 所以用手机也要小心一点 OK 好 到现在的话 技术演进到什么样的地步 连手机都会中毒 手机的病毒 OK 现在手机的病毒是怎么产生 我们所知道的手机的中毒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蓝牙 你的手机要有蓝牙功能的话 我只要靠近你 我可以把一些病毒送进去 OK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有简讯我刚刚讲的 OK 那手机的中毒的话 要比电脑会严重 OK 各位的 这个电脑都一定有中毒的经验 对不对 电脑的中毒 你的损失最大是什么 资料被偷走 你的资料被销毁 对不对 手机中毒会发生什么 后果 你的账单会一大堆 OK 因为他中毒以后的话 他可能一直打电话 打到某个电话 然后他就加持电话 一直扣你的钱 他可以做到这样子 所以手机的中毒变得 除了你的资讯会被偷 你的程式被改以外的话 还有一个钱 你的钱可能大量金钱的这个损失 OK 所以 这个东西是很可怕 好 那我们刚刚讲一些 我们讲一些比较正面 OK 手机如果可以帮助破案呢 我讲一个例子 这真实的状况 某一个深夜有一个歹徒 他拿着枪闯入民宅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夫妇绑起来 然后就把钱都通通都抢走了 然后他当然手机也拿走了 所以电信警察就介入侦办 发现这个手机被抢走 他就开始监控 但是被害人已经要求电信公司 将门号停化 OK 所以这歹徒已经没有办法 使用这个门号 但他手机还在 那警察就跟这个电信公司讲说 你不要把它放在黑名单 OK 你还是让他电话通 然后让我来监视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监视那一只手机 好 这发生的情况就是说 电信警察就可以根据这个手机的 IMER我们刚刚讲的 你打几个号码就出现这个序号 就开始追踪 OK 他的通年记录 但是这个门号是属于王八卡 所以你也找不到人 对不对 不过警察的预期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接下来 他就根据这个通年记录的话 他发现说 跟这一只手机在讲电话的四个门号 也是王八卡 被绑的那个夫妇讲说 当时有四个歹徒进去 他就想大概就这四个 然后就开始追踪 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行动电话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可以追踪他的位置 所以他们就 后来他们就开始追溯 OK 他们就发现说 当中的三个人 他们确定是从凤山 如甲 台南永康跟桃园 他们可以把地点查出来 OK 好 那接下来他们就特定去追他的移动 那发现说 手机的位置有一个嫌患 他们推测是他坐飞机南下到高雄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 他有一通电话在台北县打电话 打完以后关机 一个半小时以后在高雄凤山 吴甲又在打电话 OK 所以他们下的结论就是说 他是搭飞机从松山机场 回到这个高雄去的 所以他们开始到松山机场去 去查那一段时间 飞机的这个乘客名单 OK 所以他抓出来 发现说 这已经下一张了 讲太快 所以他们从名单里面的话 查出几个是有千颗的 他们就开始追踪这几个有千颗的这个人 然后发现说有凤山无甲 然后再根据 就在这几个人的住址 他家里附近的记忆台去筛选 最后就锁定一名悬化 那个人的名字就抓出来 这人就真正把他抓到了 那他有去追他吗 没有 他就开始在监测这一个人 然后监听他们的电话 就他们好像 他们就还要再办案 就约好 哪一天早上要去办案 就警察就埋伏好 所以他们要去 这个 再换下一个这个抢案的时候 在清晨的时刻 他们就把他全部抓到 OK 所以这警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抓 那这里的话 就是说这整个关键 最大的关键在哪里 他知道这个人搭飞机 所以你找到那个名字 现在的话有没有办法 没有 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搭高铁 对不对 高铁你没有名字啊 所以这就科技发展以后的话 警察就变得很累 你有高铁这种科技以后的话 这个搭车变得很方便 你也不需要有 有这个身份的这个显示 所以警察一看到高科技出来 他就头大 OK 因为他整个这个破案方式 就要改变了 OK 所以这个我们要 对于这个我们的警察 要由衷的感谢 OK 他们一直在跟高科技在对抗 OK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简讯 OK 这是一个新闻 有没有 各位都知道这个 立霸或东森的这个王立宁 OK 他那时候 不是被抓吗 然后他就一亿元交保 那时候好像是 第二高的记录 是不是那个钱 一亿元的那个 几乎就24小时又被抓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他们临时开一个鸡押亭 OK 然后王立宁就24小时又是受压禁件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 检察官囊结到王立宁的简讯 他们写 叫他的 有三则的简讯 他上面写什么 有一些机密文件 老板自己看完后要销毁 就根据这句话 又把他受压禁件 所以各位要以为说你用简讯 这个是无影无踪的话 你就错掉了 OK 那个简讯的东西 那个文字一定会被记录起来 当成证据了 OK 所以在座各位要劈腿的话 希望不要用简讯 一定会被追查到 OK 不然你们这些 最多一定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不可能再做更坏的事情了 好 我再告诉各位就是说 这是我们实际去 trace出来的 这个某一个单位 发送简讯的这个状况 里面的那个员工 发送简讯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 最高的时候是8点上班时间 OK 然后接下来 上班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 这量就减少 然后又开始高起来 然后到下班的时候又降下去 OK 然后下班完以后 又开始高一阵子 然后接近就降下来 OK 好 你要抓人有暧昧行为的话 你要抓哪一段 这一段的简讯 你把这一段的简讯抓出来 然后看看收话跟收话 到底是谁 OK 然后他们是不是夫妻 不是的话 这当中就有问题了 OK 所以这些资料 你可以从这个简讯发送的 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OK 所以你这个深夜的时候 还是不要乱发简讯 不要乱打电话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有一个延伸的那种观念 这就是说 我刚刚讲说 行动电话 你的位置人家会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系统 可以做到 就是我们的ETC OK ETC的话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系统 我看过这种 相当特别的系统 普通 你要是到日本 或是到香港 他们也有这种 你车子过去 或是在美国 车子过去扣款 自动扣款 这个都有 但是没有像台湾做这么彻底 OK 所以你注意看 你在 你用那个 在香港用那个巴达卡的话 我可以用你的卡片 然后我车子过去可以刷卡 在台湾不行 你们看到你ETC的那个 那个box 它一定要跟着你的车子 你换车子它就不walk 为什么 它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你车子过去的时候 它不是单纯扣款而已 它用照相机 把你牌照拍起来 然后再对照 用那个辨识你上面的号码 然后再对你这个 ETC这个盒子上面那个号码 是不是相同 OK 相同才让你过 不同的话就发生问题了 OK 所以 国安局要求 总统的坐车 绝对不能装ETC 因为他的行为就会被侦测到 OK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 这个 以这种安全来讲 实际上有它的好处 因为你这种方式的话 它可以追张车 OK 你要偷车子的话 它某种程度是可以trace 不过你偷车的话 大概也不会用ETC 对不对 你大概不会经过它 你还是一般走一般的线 负40块一张纸 OK 但是ETC是一个很特别的系统 它可以把这个使用者的这个 的那个整个路径 可以查得很清楚 OK 好 我们接下来再转一个话题 就是说 从手机上面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患罪行为 从最简单的开始 作弊 早期的作弊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现在的作弊就是 你手机拍 然后传给其他的人 OK 所以现在的作弊是这样子 好 那你怎么去防止这种作弊呢 早期的话 你就一个老师 坐在后面看 OK 看你有没有在偷看 现在的话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这个干扰器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干扰器 所以它在考场里面就换一个干扰器 就发射电波 所以你要在那边偷讲电话干什么 它就把你整个block掉 不过这种东西的话 简讯有时候还是可以穿过 OK 那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你可以小小东西可以detect 考试的时候老师就带着这个走走走 嗶嗶嗶嗶 你怎么手机没有关 这另外一种抓着作弊的方法 OK 所以这是有方法解决 好 那接下来比较麻烦的是什么 监视 这是现在行动电话业者 都有这种服务的 OK 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小baby 对不对 他在楼上 在这个房间里面休息 但你要到楼下厨房厨换 你看不到这个小孩子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就可以用这种监视器 放在这个楼上造小孩子 你的手机你可以看到他 那这是停车场的 OK 所以你用手机你就会看到 你摄影机拍的这个东西 OK 但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这是一个针孔怎么办 针孔的摄影机 他就一直在偷拍 对不对 前一日子各位可能也 实际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OK 有一个案件是很离谱的 就是说好像一个公司的管理员 他在女生厕所就装了这个偷拍 当然这管理又很奇怪 偷拍完的东西放在他们经理的电脑里面 所以有一次他经理在开电脑之后发现怎么有这些照片 所以后来追查原来是那个管理员偷拍的 OK 所以这种技术的话 你就很难抓 因为它是无线 拍完的话就无线送出去的 它不会留在电脑里面 OK 所以这个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就看你怎么去用它 好 那再下来 这个常碰到这种很讨厌的事是什么 这手机的偷拍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从苹果日报来 他讲这个一个学生 他偷拍老师 OK 那他这个 现在这个摄影 这个手机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偷拍 很难侦测 为什么 像这一款的手机的话 他的照相机是从 是在这里 你拿着这个这样走 你根本没有打开 你旁边的人会知道 他在偷拍吗 你看不出来 OK 那像这一种的话 这是上海的 上海他们提到这个手机 偷拍 各种角度都可以拍得到 所以这很可怕 那你怎么去防止它呢 OK 所以现在都这样 高级的club OK 游泳池干什么 他有时候会规定你 你绝对不能用手机 你看在这里他用手机的话 他们趕快把它挡住 因为你不晓得他打电话 还是要拍照 OK 那 所以这是从大陆的网站刷下来 他告诉你说 第一个 留意陌生人 拿着手机靠近你 就要小心 第二个 衣着不要过分暴露 以免成为目标 第三个 发现被拍的时候 就马上报警 避免在交通工具上面打瞌睡 OK 像这个女生的话 你看 她虽然穿得很这 但是她还很聪明 做的时候一定要 该遮的地方遮一遮挡一挡 OK 所以这个大家要非常小心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什么 这是最可怕 她照相机的话 她的手机一拍照的话 她是可以透视的 OK 这种照相机已经非常平常了 然后这手机都有 这种是最离谱的 OK 你看她 这个跟 你看这张图跟 这个至少 她衣服还在 这个连衣服通通都不见了 她怎么做到 这我们Compute Science 有一些Algorithm 她有一些演算法 所以她弄掉以后 她是可以把其他东西都去掉 OK 所以这种技术已经都 都已经存在了 OK 这怎么缓 我实在是不巧了 你可以穿那个 牵制的那种衣服 这个就透不过去了 好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手机的这个遥控炸弹 我们国内 台湾最早 用手机做遥控的话 应该是我的实验室 我们跟那个远传合作 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做的是这个 比如说我的实验室 开门的话 要用手机去开它 你只要送一个简讯 门就开了 OK 就自动开 那就一个remote control 我们那个还参加比赛得过奖 但是换罪人 他们想什么 用来做手机炸弹 他用一只手机 送简讯到另外一个手机 然后这个手机的话 接到这个炸弹的引信 就会trigger 炸弹就会爆炸 那这个新闻已经有了 发生几次在那个PUB 那种那种场所 OK 他们放在那个可乐的罐子里面 然后就造成一些伤害 OK 那这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警政主场 侯友仪先生嘛 对不对 他在做这种测试 那警方当然也有一些对付的方法 他们可以去干扰 干扰这种手机遥控的这种状况 OK 我们都有一些对策产生出来 但是防守还是比进攻要来得难 OK 好 那最离谱的一个是什么 手枪 OK 现在这个手机的话 这有两款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 因为看起来比较像手机 OK 那他这个手机可以放四颗子弹 那他的那个枪管 当然就是这个天线这个地方 那你把它打开子弹就可以放进去 OK 另外这一款比较差近一点 因为这个手机看起来比较古老 然后他要发射的时候 因为他为了避免误触这个板机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盖子拿起来 再打开才能按 所以你要做这个动作 人家知道这个手机是假的 这个比较厉害 你只要设定几个码 你按那几个码 就子弹就打出去了 所以这个比较真实 那这个是 也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种东西的话 他们做的都是塑胶做的东西 所以你飞机这种海关的话 也查不出来 OK 所以这个是 不晓得怎么讲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犯罪的方式 我讲的大概就只有这样子 我应该讲一个半钟头 是不是 说太快 所以我只讲一个钟头 我的时间是在这里 我们不带手表 完了 我来念好了 RFID越来越普及 是否有老师 所说的这些安全问题 RFID越来越普及 现在的话你会看看 现在中华电信 他们跟悠游卡结合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用手机上面 有一些那种短距离 不是RFID 但很接近 所以它可以刷卡这个动作 所以有没有安全问题 一定 当然是 一定是有 OK 但它的那个 因为它是短距离的这种系统 所以它所以任何你要做任何事情 你要很接近这个器材 OK 那有没有这种犯罪的事实 现在还没有 倒是还没有看到 因为国内的这个RFID的话 这个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OK 好 那你要 我另外 就我另外在 就是直接用口头问 就是 就是说 我会看到一些国外的报道 或者说像 像台湾的护照明年要换成RFID了 对 那还有说像 悠游卡或者是什么 就是现在所有人都换成RFID 那老师刚刚讲RFID 是短距离的系统 那这个短距离是机器 就是系统的特性 还是说 如果我把机器拿来改装 夾长天线 它是不是变成是 我可以远端读到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有没有记名性的问题 就是 我可能 如果说台北人每一个人 实际上都有一张悠游卡 那 那 我说不定没有办法 像悠游卡公司一样 真的 真的 嗨进去把它 加值或扣款 但是我能不能读到 那个ID 然后来check你的位置 好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能不能用一套系统 加强它的讯号去接收 去抓它 实际上是有 这个RFID可以用在货柜 你知道货柜是很大 所以那种系统是有 是可以做的 所以真正要防止说 你的讯号被人家堵走的话 就是你要加密 所以你卡片有加密 所以它抓你没有用 它抓 要你送东西出来的话 你没有办法解密的话 你那个还是没有用 那到现在为止 RFID的加密系统是相当reliable 还没有听说过被破解了 所以到现在 so far so good 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ID没有加密 只有扣款跟处置的程序 有加密之类的 这就要看怎么做 普通都会加密 它还是要做这个动作 很早期的系统都已经有了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手机真的可以用来爆米花 不行 网络的影片有流产 那是假的 OK 绝对不可能 手机的 我们现在那个手机的 那个功率的话 都那个功率非常小的 OK 更不可能爆米花 那个都作假出来 这我可以绝对保证 不只是爆米花 他们还说可以把蛋煮熟 有没有 那都骗人了 完全是骗人了 OK 我们那个手机的功率 没有那么高 你怎么发射 都不可能达到那个效果 你这样想看 就是说你手机的电池 它有多大的power出来 OK 你要爆米花 你至少要microwave 到那种程度 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 请大家放心 好 我看为了这个问题 要解释老半天 每个人都在问我 所以这种 这实在是 那个应该抓来关 这个误导群众 好 手机手枪的子弹 不是金属制的吗 还是用塑胶制的 撒伤力如何 这里就问倒我了 我的了解是 是有塑胶做的事 是有 因为它通过海关 有没有金属我就不知道 我相信搞不好也有 但是撒伤力如何 不要用过 所以我才无法回答 好 还有这个问题 好 何谓保密手机 是否可以破解 好 保密 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机的话 实际上都有 都有那个operator的加密 OK 那这怎么说 就是说 它最主要的防止是什么 就是你手机到基地台这一段 因为它是电波 电波的话 都是broadcast 空中到处都是 所以人家可以抓住这个电波 所以现在所有的行动 电话业者的话 他们都是有加密的 OK 所以你是抓 抓出来是没有用 OK 那但是行动电话业者 他自己偷听呢 这就很麻烦 所以现在的这个银行的话 他们要做这种 手机的transaction 他自己还要再加密一层 这我们实验室 也有帮银行做过 就是在应用层 在我手机 跟银行的server之间 再加密一层 所以电话公司 他把自己的 加密的东西解密以后 他看到还是加密的东西 他解不了 OK 那所谓的保密手机 就这样做了 OK 但是这个保密手机的话 普通是有管制 你可能不能随便用这样子 就是说保密的那个电话机的话 这个有线的也有 OK 那个国家是有在管制的 OK 那你要自己做可以不可以 像我实验室 我可以自己做 我只要把声音的话 加密一层 然后再送出去的话 电话你抓出来就是乱麻 OK 那都在应用层上面 那是特殊做的 我知道你在讲的时候 因为前些日子有在讲说 阿扁的他们电话 好像是保密的那个手机 那是很有可能的 OK 要是我 我也会这样做 好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好 好 来 手机手枪制造 油火 限制制造 我 这当然是不准制造的 制造都是恐怖分子 所以那个东西你限制不了它 那个都是偷偷做的 当然就情报局搞不好 他们有做这个东西 军方搞不好是有 这我不晓得 但所有恐怖分子 可能会做这个东西 这都不是非法 OK 第二个 关于这个放出后如何 用 你是说这个 你说他打电话你怎么知道 陈总统 对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用电话 大哥大概一样 所有的电话有限无限的话 这东西就要看说 他是用第二代或第三代 第二代我们可以找出来 第三代比较麻烦 但是要找还是可以 OK 那个做法怎么样 这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说 就在他家附近 你就他家附近的记忆台 你把所有电话都过滤 然后听他的内容就知道 所以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做 但这个做得到 OK 还是可以做得到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知道手机中毒 当你接到很大一笔账单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手机中毒了 OK 好 手机中毒 现在的话你比较担心的 大概不是我讲的那种被蓝牙 那个 那个东西情况还蛮少 比较少见 那如果说你被偷听的话 你怎么知道 你可以看那个通年记录 OK 你可以要求电话公司 把那个来电的那个时间地点 都显示给你就知道 因为他要窃听你的话 他还是要建立一个电话的连线 所以在电话公司里面 还是一个通话记录 那你普通你不会看到 为什么 因为都是对方付钱 有没有注意到你们的电话账单 电话账单只要是对方付钱 你看不到 你就你自己打出去付钱 你才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你是看不到 当然你会讲说 我手机有啊 我手机的话 打出去或进来 我手机都会记录 对不对 但他软体已经给你改掉 所以你手机你是看不出来 对方有打电话给你的 唯一能够查出来 就是电话网络 但电话网络 它只认为说 这正常的电话的这种产生 所以你要查查看 你有没有被偷听的话 你就去查你的那个通年记录 然后要求把来电的那个记录 通通都给你 那你就可以发现 说怎么忽然一大堆人 在跟你打电话 实际上你都没有接到 OK 那这就是有问题了 OK 好 再来 网络电话能不能被监听 简讯如何 改写手机程式 好 第一个问题 网络电话能不能监听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网络电话 比如说 我要是跟这个同学 彼此知道IP address 我可以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我们就可以讲电话 别人都查不到 OK 你要查到的话 所有的网络电话 你要被监查到 它一定要经由一个gateway OK 什么东西 是有这个gateway可以查到的呢 比如说 Skype OK PC Home 对不对 他们最近已经跟我们这个警政署 已经都已经 刑事警察局都谈好 所以 你这个是可以监听的 OK 那现在这个 刑事警察局的话 已经开始做这个监听的这个动作 但是VOIP 网络电话监听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而且 这个新的技术一出来的话 你救了就通通都不见了 这很困难 我大概在去年的时候 我到美国的FCC 他们在谈 他们那个 那时候FCC跟美国FBI 他们谈了老半天 FBI要求他们 一定要能够监听网络电话 无论任何代价都要监听 那FCC说他办不到 所以 两边这个如来如去 OK 那为什么FBI一定要这个东西 他们所有的抓那个 焉毒患 完全是靠电话 的那个记录 他们已经 不知道花了这个 多少美金 几十亿的那个美金 把所有那种 电话的那种 pattern 打电话那种形式都抓出来 所以他只要看到那个 打电话的那种模式的话 他就知道 这是不是焉毒患 他们做到这么准确 OK 那现在那个 网络电话一进来 什么都抓不到 尤其是MSN 对不对 打一个出去 谁晓得 完全抓不到 OK 好 那第二个问题 简信如果改写手机程式 现在都有 现在那个手机的话 现在很多这个手机的服务是从哪边来的 由于现在中华电信它已经 这个有这个iPhone嘛 对不对 它跟那个中华电信它已经把iPhone引进到国内了 你可以加新的服务进去 随时可以加进去 OK 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它加进来 你想想看 这种实际上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电话公司有一个新的服务 他可能会送一个简讯问 这个同学 你要不要这个服务 你这个同学说 这个很好 我要 如果说电话公司告诉你说 你要接受这个服务的话 你要到这个中山北路 我的门市部 我帮你改电 改你的手机 加这个重新进去 你会不会去 不会 太麻烦 对不对 太麻烦 那他告诉你说 好 你只要确认以后的话 文中后你就可以用了 你是不是很高兴 因为它All the Air 简讯进来 帮你那个改掉 OK 所以 现在所有的手机 都有一块 可以用简讯去改你的 内部的那个执行的程式 那是加密过了 你普通人的简讯是抓不到 OK 所以这种都已经很平常 好几年前就这种 这种功能就已经在 OK 好 下一个问题 手机疑师 透过手机序号找到的 机率跟代价 几乎是零 我从来没有看 我还没有听说过 手机疑失以后的话 根据需要可以抓到 OK 其中第二个公司 它顶多只能发现说 这次被偷的手机在打 因为它有一个黑名单 它就把它停止 它抓不到那个了 因为那区域太大了 OK 好 但现在新的手机 它可以怎么做 手机要是被偷的话 它就设定 它要换一个SIM卡 你要是通报到第二个公司的话 OK 这个手机 OK 就自动一直发简讯 我被偷了 我被偷了 就这样子 所以偷这只手机的人 没有什么好处 OK 它会一直发讯号 用这种方式 搞不好可以找得到 你们注意看 你到网络上面去查一下 就是这个追踪这个手机 你去查查看 有 现在他们有程式写信 就是说 一旦你发现这个手机被偷的话 你可以要求 你虽然已经找不到 那个手机在哪边 你可以要求那个手机 一直发讯号出来 OK 所以用那种方式 搞不好是可以追踪到 那如果你的手机有GPS的话 你只要发生了讯号 他们可以定位 可以找到 OK 所以未来的手机的话 都会有GPS的定位 所以有那个功能以后的话 要追 把手机抓 找回来就比较容易 OK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 手机的 手机的基地台的发射电波 是否真的具伤害性 不管对人或对动物 OK 我的了解就是说 至少国内这个基地台 发射讯号 都是在标准范围内 OK 大家有很 好 这弹起来就说了很久 我们这个 发射出来的这个电磁波的话 分很多不同的等级 你频率非常高的话 比如说X-ray或Gamma ray 那对人体直接伤害 那不要讲 一定会 一定 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到伤害 OK 那频率渐渐低了以后的话 那种 这种游离性的那种伤害 就越来越少 那你的这种 记忆台发射的那种 频率的话 实际上在微波下面 微波就那种微波乳 有没有 OK 你在那边烤一烤 就 它就产生热的变化 就会把你烤熟 那那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那个微波乳的话 你在用微波乳以后 你要离它远一点 不要太靠近 因为它的电磁波 可能会发射出来 你会受到影响 但它频率渐渐就低了 就是 接下来你就是看到 就非游离性的那种电磁波 那我们那个记忆台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OK 那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基地台 发射的讯号 OK 是广播电台的那个 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而已 但你们从来没有抗议这个 电视的这个电磁波 好像没有听过 你反而觉得说 电视怎么不清楚 希望它电波强一点 所以为什么你有这种 不同的这种看法呢 OK 好 但是会不会发生问题 我们不晓得 真的不晓得 我们还没有证据 去证明说 这个记忆台的这个讯号对人 会有影响 OK 但是我在这里告诉各位就是说 好 你们常常抗争说 我家附近不要有记忆台 如果你做这种抗争的话 你自己最好不要用手机 为什么 因为你做这个抗争以后的话 记忆台移走移得很远 对不对 如果你还是要打电话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你的手机跟记忆台要连在一起 对不对 记忆台离得越远的话 你的手机发射强度要越强 不然记忆台收不到 OK 手机的强度是跟距离的平方程环比 越接近的话是四四方程环比 OK 当你要求把记忆台离你家很远的时候 然后你打电话又靠在你的耳朵的时候 你接受辐射线是最大 OK 所以有时候你要减少你的这个辐射 手机的辐射的话 你可能希望记忆台离你稍微近一点 是比较好的 OK 所以这是我的答案 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来 请 我想补充问一下刚刚那个手机 就是简讯病毒的问题 像刚刚您投影片上的那些 Nokia手机都是S60作为系统的 我想问的是它是利用 那个作为系统的缺陷 所以我用简讯方式 那不是缺陷 那是它的功能 所以我只是用简讯方式 传一段程式嘛 就改一些手机做的系统 对 好 我这样讲好了 我只好再讲更技术一点 所谓的简讯有三种 一种是给人看的 就是过来 给SIM卡看的话就可以把Program改掉 那第一种的话给人看的话 基本上那一种加密的话 你手机可以解开 你一般人的话是很容易做到 那给SIM卡看的那个Program 它的加密等级就很高 那像刚刚我讲的那个东西的话 那个普通就是进到那个等级了 所以它是用那一种很特别的简讯去改的 不是一般的简讯 所以你一般的你说 我送一个简讯去改 不行 你一定要知道 特别的那种加密的那种方式 然后告诉他说 这是要给他SIM卡看的 或是给他手机看 而不是给人看的 OK 由机器台定位用户者的原理为合 一般3G与2G机器台的有下范围 好 机器台用户定位有两种 一种你要改手机 一种你不用改手机 改手机就是说 你手机要接收附近机器台的讯号 然后根据这个他接收的那个讯号 它有个time difference 你可以由光速去算出那个距离 OK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 但那种东西必须要把你的手机要修改 另外一种 不要改手机的话 现在技术有两种 一种的话就是 比较麻烦 就是你要先量测过 OK 比如说蒙甲大道 对不对 你就一部这个车子 把它讯号强度一路两两两两 从头的量到尾 OK 好 接下来你就把它存在一个database 当这个手机 你要侦测某一只手机的位置之后 它发射讯号出去的时候 它就去比对那个database 就叫fingerprinting OK 但fingerprinting的话 你要真正很准的话 就是你还要知道手机的特性 手机每一批制造出来的 它的特性都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早期的fingerprinting 你就從這裡來 但是你現在這個手機實在是太多了 一大票都是 你實在查不出來 所以你只好犧牲一下 不管它是什麼手機 你就根據接收到訊號 就是稍微去估計一下 所以它是有誤差的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放那個detector 記憶台本身就有一個detector 四個記憶台 兩個記憶台 它可以把你的手機畫出一條線 那個軌跡 它知道你在這個軌跡上面 但是它不曉得在哪一點 你在另外兩個記憶台 可以畫出另外一條線 那兩個線交接的地方 就是你的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一些定位的原理 另外一種當然是最簡單 我們最希望就是說你手機有個GPS 就自己報位置就好 一般2G跟3G記憶台的有效範圍 那差很多 3G的這個記憶台範圍小很多 2G是很大 所以現在我們國內的這些業者的話 實際上它一直要把2G的系統轉成3G 那現在是有一些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要 你如果要轉過去的話 你的涵蓋面實際上不夠 所以你要架很多3G的記憶台 那架到現在已經架不下去 因為抗爭太厲害了 OK 所以它沒辦法 那尤其是現在電信業者 都有那種吃到飽的那種有沒有 就800塊幾百塊 它就給你那個無線上網 OK 那數據的東西 當然3G數據是很好 但是涵蓋率不夠 所以最後他們就有2G去把它加強 變成2.5G 所謂的AGE那種系統 我所知道就是說 應該是今年6月的話 北部都通架完了 所以你用3G要上網 如果那邊沒有涵蓋面的話 它會轉成第二代 OK 所以告訴各位就是說 現在第二代的那個涵蓋面 是要比第三代要大出很多 OK 所以現在的話 就是NCC面臨到一個抉擇 就是說 因為第二代的那個執照 已經快要expire OK 那NCC要不要讓業者 繼續去經營這第二代 他說他們全部都要轉成第三代 他們問我 我說絕對要讓他們留在第二代 那比較有效率 OK 以前都一直認為 第二代的效率比第三代差 但你從涵蓋面來講的話 第二代是比第三代好很多 如果你要減低社會成本的話 你不應該把第二代的那個系統 整個都消滅掉 OK 好 接下來是 這個問題 接下來 手機病毒方面 是2G系統就會發生 還是2.53G才會發生 現在的話 大概 通通都會發生 你只要手機上面有很好 應用有加吧 應用就會中毒 OK 所以現在手機的話 實際上他們業者的話 他們做法 Manufacturer的話 他們做法都這樣子 你一個手機裡面一定有兩個OS 好 他把你的那個 作業系統把它分開 一個是應用層 所以那個地方中毒 死掉就死掉 下層他打電話的那一層的話 他絕對是close 一個close的系統 絕對不讓你進去 OK 好 然後接下來想確認一下 剛才 講課時有提到用簡訊做 做什麼 侵入 請問是一種2G的系統 就會嗎 還是2.5G 2G就會了啦 手機2G就有了 OK 所以那個問題 實際上不是在2G 3G的系統 而是在你手機的功能 OK 那這個功能現在呢 因為現在所謂的手機的話 二代三代通通都坐在裡面了 OK 所以這種是通通都有了 好 就這樣子了 好 謝謝各位 好 谢谢观看